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,各界判年底九合一大选榜公投,以和养率公投领贤人黄氏修金打算再送二万余份联署输到中选会,但中选会认为,以和养率公投已经完成送件,不接受再度送件,引起黄氏修等人不满,扬言在中选会前绝持抗议,直到中选会收件为止, 黄氏修金下五米再度送二万余份联署输至中选会,遭中选会拒绝,双方发生口角,但中选会官员最后仍不愿收件,双方不欢而散,中选会综合规划处科长廖贵民表示,昨日并没有答应收件,是以和养率但方面告知要来卸货。 廖贵民表示,医工头发十三条第三项,连署书已经送到户所审核,中选会已经清点完成,在一般行政机关夜市,拿了收据就代表程序完成。 未来若连署书数量不足,会主动通知不见,并没有中选会再次收件的问题,如果每天都在送二万份,会造成实物上的困难,令了收据就代表程序完成。 中选会对每个案子都坚持一次送件,黄世修则称,昨日下午四时,中选会电话承办人告知同意收件,结果现在却发生遗憾,他质疑在截至日前只收件一次的规定依法无据,中选会前后说辞反复,呼吁给交代,在中选会接受连署书之前,将在中选会门口绝食静坐抗议。 中选会表示,选罢法及公投法是规范选举,罢免及公民投票程序的法规,故有未选物及公投行政未实现行政,以其最重视法定实现,事已对于主要事项均一一予以明定,结算一阶段之程序未终结确定即无从进行下一阶段之程序,各阶段程序甚少谈性。 中选会强调,已经收件之连署案件,即必须进行下一阶段之查队作业,为客遵守程序规定,中选会自不得再为收件,以违法制及程序规则之公平性。 中选会对于任何案件皆依法处理,处理标准及流程,均属一致,并无任何差别待遇。